所以我们拿到感测器之后 接线的规则我们应该都很清楚了 反正就是G跟V把它接好 另外一个就是讯号 看你是输出来还是输入 你要用哪一支脚 你就自己去插上去 插好之后呢 好像我现在是插在A0 所以我就是用这个 我就是启用类比A0 然后我也输入 然后我要去知道它的值 如果我今天只有用一个 我可以用角色说 这是比较简单的 直接说或者说几秒 如果你是用这个的话 它每几秒才会 因为它这条指令就用到几秒 所以它会每几秒才侦测一次 如果你用这个 它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在做侦测 这有点差别 那假使我用这个 那我里面的东西就要放这个A0的值 那A0的值呢 就是这一个 读取数位 对比接讲 A0的值 你就把它丢进来 然后要一直重复的抓这个值 所以就这样子 然后它就会开始讲 我是写在它身上 它就会开始讲那个数字 然后呢 所以你的手 所以当我的手在 在这个红外线的前面 你们看到这红外线亮亮对不对 这摄影机下面才看得到 你现在用眼睛肉眼去看你的红外线 它是没看到会亮的 是看不到的 因为它不是可见光 要透过摄影机才看得到 所以我的手如果去 在它的上方往下接近的时候 我接在那里 它应该是要会变的 这个乖乖的 你先测一下 先测一下 那你要测的是说 范围多少以内 因为它有一个工作范围 它不可能无限远都可以帮你侦测 看这一个的 的那个设计的 它的能够侦测最远的范围 第一个你要看范围 第二个你要看 你越来越接近 它数字是越来越大还是越小 这两个东西你都要观察到 你才有办法做后面的事 她为您吃魚 敌敌 敌 ISS 谢谢大家